我們趕快把最新的颱風動態 交給氣象主播曹嬌人 沒錯 我們馬上來看凱米 現在到底走到哪裡了 目前她最新一報 現在都還在花蓮外 大概40公里左右的距離 但是她在這幾個小時 一直在40 30 20 這幾個距離裡面不斷的徘徊 就是因為受到了地形的干擾 還有外圍環流的影響 碰到了山脈 它會有相對的交互作用 所以相對的速度更加的緩慢 而且我們也關心到說 它之後如果出入登陸之後 有可能因為它的結構 受到地形破壞之後 也會減弱成中台 但它在地形交貨作用之下 是相當複雜的一個作用力 所以也會影響到 它接下來的走動狀況 我們就來看到之前 2005年第5號颱風海棠 它其實過去 也是這樣子直撲台灣之後 在東部的外海一個打轉之後 又切到了台灣北部 所以這一次凱米 它的路徑就非常非常的接近海棠 但我們就來看到 為什麼會這樣子 最主要就是因為受到了山脈的阻擋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它現在在這邊 好像一下子要登陸 一下子又不登陸 相當的調皮 就是因為受到了地形的阻隔 才會不斷的再往南又往北 這樣子來移動 所以影響時間當然就更加的延長了 我們就來看到它接下來 到底會怎麼走 預估它接下來打了一個圈之後 會逐漸的往它原本該走的路徑 繼續的通過了北台灣之後 在明天的清晨一直到上半天 就有可能會出海 而且出海的地方 預計是從桃竹苗 也就是說它的位置 比起之前相對應來說 更加的往南走了一些 主要就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壓的強弱 還有地形的影響 所以就會影響到它的路徑 而到了禮拜五的白天 它的暴風圈就有可能離開我們 但是接下來還是不能小看它 離開我們這段時間 因為接下來還是會為台灣 帶來非常非常多的水氣 所以從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 上半天就是影響我們最劇烈的時候 好的 江仁再繼續請教你 你說從今天晚上深夜開始 到明天是影響最劇烈的時候 那麼這也代表的是說 雨跟風的這個狀況 現在是最明顯的 那麼大概影響的地區會有哪些 再繼續請教你 沒錯 這個風雨的趨勢 我們就來看到到底是影響哪些範圍 我們就從降雨趨勢圖 可以明顯的看到 在今天白天 其實暴風圈就已經觸入 而且接下來它可能會登陸在花蓮一帶 或者是往北再走宜蘭這一區 所以能看到在宜蘭 就像一個本機的造型 它的地形也讓水不斷是往這邊來接 所以在宜蘭一帶 其實在太平山既然累積雨量都已經超過了900毫米以上 這個雨勢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而且它不斷的徘徊 過程當中還會為宜蘭 帶來更多更多的水氣 因為宜蘭花蓮就是首當其衝的地方 所以我們能看到在今天白天的話 就是在宜蘭花蓮一帶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另外在外圍環流灌進來的時候 也能看到在中部南部的山區 也是紫色白色的一片 也就是說累積雨量都突破了 300到500毫米以上 到500毫米以上 我們就可以說它是超大豪雨等級 這個已經是氣象鼠預報裡面 最高等級的一個降雨量了 所以我們要提醒您 最近在山區的土石鬆動狀況 非常的嚴重 可能會造成土石流或是山關等等 災情要特別的留意 而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能看到這個降雨的區域 對主要都還是在台中 中部以北的山區 都還是有非常大的降雨 而且這時候 這時候它已經走到了 台灣北部的海面 所以它到時候帶來了這個西北風 在轉這個西南風的過程當中 這個風場的變化 其實是非常非常劇烈的 這時候我們就要觀察到 它這個風場帶來的水氣 其實從南方之前 這個巴比倫所帶來的水氣 就像一個水泵一樣 不斷的為它輸送這個水氣上來 所以在中南部一帶 雖然說現在雨勢還沒有想像中 這麼劇烈 但是在山區的觀眾朋友 應該已經非常非常有感了 尤其到了明天的白天 一直到中午之前 雨勢都還是會這麼大 而到了禮拜後天之後 能看到它其實已經位於海峽一帶 到時候在中部以南的山區 都還是有這樣子這麼劇烈的雨勢 至於北台灣能看到有所趨緩 但是還是會零零星星的 為台灣帶來不少的雨勢 當然我們不能說雨完全停了 因為它有可能是間歇性的降雨 也不排除有一些短延時強降雨 到時候如果雨勢一下子下下來 也有可能帶來不少的災情 不過到了26號的時候 它外圍環流持續的影響我們 能看到在中部山區 南部山區都還是持續有雨勢來發生 而且在北台灣地區 各地都還是有零星的降雨 我們能看到在中部山區也是有紅色 也就是說可能會有兩三百毫米以上 另外我們還要觀察到這個風力的變化 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半天 能看到在西半部地區 還有整個台灣的周遭 其實都是紅色的警戒範圍 而且它的強烈的陣風 有可能達到九級到十級以上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來到了台灣海峽 會帶來一些西北風還有西南風 所以這個環境風場轉變很大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非常留意這個風場的變化 可能會帶來一些非常強勁的強陣風 提醒您一定不要到海邊觀浪以防發生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好 持續鎖定TVBS新聞頻道 趕快帶您來關注的就是 強烈颱風 凱米直播入夜之後 風雨越來越強 預計今天入夜到週四 對台灣的影響是最劇烈的了 所以停班停課的資訊 再提供給您一次 包括了北北基陶等全台22縣市 都是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課的 台灣本島罕見的連放兩天的颱風獎 好 持續來關注的就是首當其衝的 宜花東這邊了 凱米槍台襲擊 深夜恐怕就會登陸在宜蘭或者是花蓮這邊 直擊在宣言路上有巨型裝置 藝術倒塌交給記者洪怡婷 好 TVBS的採訪團隊持續為您守候 守候在花蓮的第一現場 那麼可以看到 我旁邊就是一顆大型的磨礙石像 他在剛剛的時候 就直接這樣子倒塌下來 就是被這個14級的強勁的風勢 被吹斷了現在的現場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一片的凌亂 而且當時也是發出了非常大的一個聲響 簡直是把這邊的民眾都給嚇壞了 那麼磨礙石像 其實原本就是高掛在這一間咖啡廳的頂樓 當時是直接這樣子垮了下來 因此也讓附近的人真的都是驚呆了 而且現場這樣看 真的畫面非常的驚悚 而且他是直接在橫倒了整個半個馬路 包括說這附近也都已經圍上了三角錐 而且還有工程的車趕快來進行搶救 就是希望說這一顆磨礙石像 真的是有點嚴重的情形 也越來越嚴重了 不過其實它旁邊有一間咖啡廳 日前也是才剛剛裝修而已 又在這一次的颱風嚴重的情況之下 它又是直接的影響到了這邊路樹 也是直接有倒塌的狀況發生 那麼其實這一次花蓮 在這個凱米颱風的影響之下 也還滿嚴重的 因為稍早 其實海米颱風是有在進入到 這個花蓮的東方海面上 現在已經距離花蓮不到40公里了 那麼也就是說 在這個海米颱風的中心點的位置 是越來越靠近花蓮這邊 等於是花蓮是首當其衝的 那麼根據了解 其實多數的地方也已經有停電的狀況 包括了送風箱還有吉林鄉等等的地方 有的地方也是傳出有三個小時停電的 這麼久的時間 那麼在我們這邊稍早也一度都有跳電 因此大家也都非常的要小心注意了 因為越晚的時候風雨會越來越明顯 那麼整個海米颱風的暴風圈 也都籠罩在整個台灣的位置 對於今天的凌晨還有明天的清晨來說 影響是最為劇烈的 以上現場對新 就繼續來看凱米颱風來勢洶洶 尤其從它的颱風結構來看 它的南側環流雨帶特別的寬 恐怕將會帶來驚人的雨勢 而根據氣象署的預估 就是從週二到週五 山區累積的總雨量 甚至最高可能達到1800毫米 甚至有專家就分析了 主要就是受到了全球暖化的影響 大氣中的水氣含量會增加 所以未來可能會出現清台的颱風 雖然是減少 可是一旦清台就很嚴重 可能會帶來致災性的強風好雨 突然下起一陣大雨一下又放晴 這僅僅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奏 凱米颱風通過台灣東北部 夾帶的雨勢很可觀 那它靠著越近 整個西北風就會慢慢的開始進來 所以在北部這個地方的感受 也會越來越明顯 開始穿越這個過程的時候 它就會把西風西南風給拉進來 所以中部以南這個地方 大概在颱風中心接近的這個過程 尤其是快要到陸地的這個過程 西風跟西南風增強的情形就會很明顯 那降雨的情況也會跟著快速的開始累積上來 當暴風圈進入台灣陸地 基隆 宜蘭 風雨都會很劇烈 大台北從午後雨勢也會增強 西半部則是山區有大雨等級 到了25號中心位置通過北台灣 一整天都有劇烈降雨 到晚上才會趨緩 西部和南部則是風雨漸強 山區會有超大豪雨等級 中央氣象鼠也預估 從7月23號到26號 南部山區總雨量上看1800毫米 宜蘭台東1200毫米 北部大約1100毫米 7月24號到7月25號 許多地區累積降雨量 見紅甚至紫暴 在氣候變遷危機下 氣候威脅都更難預測 全球暖化所帶來的極端氣候呢 包含像是極端乾旱或者是極端降雨 而對於台灣的影響 像是颱風呢 可能清台次數會減少 不過一旦清台了 所帶來的雨勢雨量都會更大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呢 像是莫拉克颱風 就帶來過驚人雨勢 根據統計資料 兩日累積降水量 以2009年 莫拉克颱風佔據9個名次 主要集中在山區 當時氣象局第一報 雨量預估以北部來說最準確 不過預估加一種雨量為800毫米 最後實際下了2900毫米 台南預估800毫米 實際來到1919毫米 氣象局立即更新 嘉義台南高雄 屏東山區總雨量 預報值為1400毫米 甚至到了8月8號 直接上修到1800 屏東山區更是上看2500毫米 這次凱米與莫拉克同樣是從北部通過 路徑相似 帶來的降雨等級是否也會複製 這個颱風能夠在台灣待多久 它能夠帶進多少水氣 好 那我們知道莫拉克在台灣待的時間 實際上是夠長 西南氣流所產生的降水 也把莫拉克的移動速度給牽制 變比較緩慢 所以兩個變成了互相的循環 才造成了莫拉克那麼大的降水 降在台灣的南部地區 颱風會帶來多大降雨量 除了颱風入境 也得看西南氣流強度 決定颱風走得快還是慢 一旦在台灣停留時間越長 累積雨量就越驚人 甚至引發極端降雨 未來的氣候變遷的狀況底下的話 學者的研究大概都認為 颱風對台灣影響的次數會變少 但是只要有颱風來 它的強度就會很強 因為颱風所造成的降雨的量 可能會變得更多 因為暖化這個關係 所以導致就是颱風 它裡面所含有的這個水氣 或者是它周遭大氣當中的這個水氣 會變得更明顯 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統計 在過去50多年來 台灣極端降雨事件 頻率和嚴重程度都逐漸增加 其中極端降雨以美雨季 夏季和秋季最明顯 其中更有70%的雨量 都來自於颱風 而暖化可能是導致極端降雨頻率 增加的元充 全球暖化 因為大氣的增溫 它會讓我們在大氣當中 可以寒存的這個水氣量會增加 水氣增量增加來講的話 就非常有機會 會讓所謂的這個降雨的過程 它可能會更極端 強的降雨會越強 但是不下雨的時間 它也可能會拉長 海洋表面溫度升高 會增加熱帶氣旋 形成機率和強度 這些氣旋通常伴隨大量降雨 美國國際期刊研究更指出 全球氣溫每升高一度 高海拔地區的極端降雨量 就會增加15% 在全球暖化之下 一旦颱風來臨 再加上外圍環流和長時間停留 所帶來的雨量都不能小觸 TB月新聞 董俄軍流去台北三分目 開明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到南韓 不過從月初開始 南韓就進入了美雨季 已經下了好一陣子的暴雨 各地都出現嚴重災情 根本是用慣的龐陀大雨 讓南韓機器道的馬路 變成一條河流 經濟一夜的青盆大雨 近期道的移動政府機構建築 地下停車場變成浙富慘況 積水快速淹到腳踝高度 還有門被衝垮飄浮在水面上 突然被衝垮成河流 三名的計劃被衝垮成河流 突然被衝垮成河流 突然進入了衛生物 突然被衝垮成河流 突然被衝垮成河流 被衝垮成河流 甚至有超過3500輛車 泡水受損 保護局 在6月至今天 3時至今 保護局局部員 被衝垮死 被衝垮成河流 又被衝垮成河流 積垮成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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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衝垮成河流 無所見的財網 積垮成河流 包補局局部員 捐行者 造成河流 行善會 巨大的安民 越來越進化 被衝垮成河流 甚至降乘工 逆水大陸 海派向 水長 3.3m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南韩迹象专家分析 由于凯米行进的海域 海水温度达到30度 比往年更加温暖 凯米得以把海上的水蒸气 当作燃料 吸收的水蒸气越多 接下来降下的暴雨 恐怕更惊人 但据南韩气象预测 凯米将在25号通过台湾 26号登陆大陆东南部沿海 虽然不会直接扑向南韩 但南韩当局依旧不敢钓鱼清新 除了降雨之外 当地居民还说 因为闪电打雷一整晚都没睡好 南韩今年的梅雨反复无常 这是因为低气压 让梅雨云带来回摆荡 由于低气压逆时针旋转 在朝鲜半岛附近 伴随着强烈的西南风 雨云带涌上来 但当低气压通过后 风急剧转变成西北风 这是雨季云带迅速南下 雨云像翘翘般一样 暴雨之后接着就出现 酷暑 收尔地区最高温 已经达到30度 大田市32度 都比前一天高出3度左右 由于大气不稳定 接下来几天南韩各地 估计会再降下正雨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战争继续带您来看 乌军近日是连船捷报 第79空降旅出动 掌握了俄军的防空系统方位 随后发射海马斯火箭摧毁 另外代号黑森林的炮兵侦察旅 也打掉了一个山毛举防空系统 乌军第79空降突击旅 发现俄军道尔防空系统 立刻回船位置 由海马斯火箭精准炸毁 乌军合作无间 立下功劳的 还有擅长搜寻敌军后方 代号黑森林的炮兵侦察旅 也成功摧毁俄军山毛举防空系统 乌冬波克罗夫斯方向也有好消息 乌军第110机械化旅 靠建设武器击落苏凯25战斗机 当时两架战机低空飞过 乌军抓准时机发射击落一架 俄乌两军互有攻势 但俄国境内还是不平静 卫星拍下俄罗斯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 原本放置S300系统和苏凯34战机的停机坪 出现大片胶痕 除此之外 24号当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还发生汽车炸弹攻击 监视器拍下爆炸瞬间 而当时车内其实再有一名 俄军情报官和他的妻子 两人都受重伤 疑似遭锁定暗杀 乌克兰亚速营曝光更多 卢干斯克不良司机森林一带 豪沟站镜头 他们从天黑打到天亮取得进展 但俄罗斯仍不放弃在阿夫迪夫卡方向 尝试推进 公布使用烧药自走炮 加强打击前线的乌军 周三俄罗斯也锁定哈尔科夫 摧毁一处瑞士非政府组织 排雷行动基金会的办公大楼 同天还有私人马就预袭冒出大火 俄罗斯一边打仗一边拿核武威胁 周二派出亚尔斯机动核导弹 发射车展开演习 这也是俄罗斯一个月内第二次 类似的演练 反观曾是全球第三大核武强权的乌克兰 早已没有核武 只能看到当年留下的大量发射设施 这些都源自苏联时期装备 如今重新检视规模还是很惊人 当时乌克兰也有被称为撒弹的洲际弹道飞弹 34公尺长 3公尺宽 16000公里射程 号称能涵盖地表所有地方 乌克兰还说当时每个指挥站都有约10个左右的发射警 代表一次能发射10枚洲际弹道飞弹 只不过乌克兰独立后也在1994年加入禁止核子扩散条约 所以没有任何核子武器 敏感时间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突然选择出访中国大陆 时间点还是在拜登退选之后 似乎想寻求大陆的影响找寻结束战争的方法 近期俄乌双方都不同程度的发出愿意谈判的信号 虽然条件实际还不成熟 但我们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在11月召开第二次和平峰会 随着战争不断拉长 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公布调查显示 现在大约有32%的乌克兰人 同意用某种形式的领土让步换取和平 相比一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0% 多多少少显示民众对战争感到疲惫 不想有更多人因战骨牺牲 电新闻 宗文博导 好 镜头转回国内来看 这样强台凯米的搅局 使得汉光演习规模大缩水 到了明天几乎只剩外岛能维持进行 狂风暴雨夜 宪兵部队和后备招援 接力堆沙包 不过目的并非防台 凯米台风来袭 不过宪兵的桥坠检管 使兵演习依然维持进行 概念其实跟前一天滑醉桥的桥梁组绝 类似 用意是要防止敌军 小部队在夜间发起特攻 因为赴北地下道的南向是往台北市区 而北向则是往国防部 穿着数位迷彩服的现役官士兵 和退役弟兄长后一体 携手辖区警力 位数中枢 北向车道的出口化为阻绝阵地 枪声再次响起 各大兵往前 往前 在议员前进行 各大船动战 授起后期资源 各种交战的可能状况 都设法纳入演练 官方情境想定 当潜伏了敌军特攻人员 驾驶自小客从台北市区 沿着主要干道 强闯军方设下的中层防线 阵地结合增援兵力 全力挡下突袭 朝这个复兴北路的地下道 南北两端发动攻击 他的目的确实是为了控制 这个复兴北路地下道 以免我方借由 抱过这个复兴北路地下道的方式 造成上方这个松山机场 跑到大面积的塌陷 不过演练的场景 包括防御阵地的设计 还有部队的防御方向 说不定可以再讲究一点 地点正上方就是松山机场 不过原定的反激将操演 碰上台风轿距 两者是否彼此联动 在这次汉光演习中 无法获得证实 而防卫想定是否合乎现实 似乎也有讨论空间 为了强化防卫思维和能力 如果演习结束 应该是好好去检讨 还有哪些接近路线 他会采取哪些手段 可能这些都要把他 做样态式的分析出来 为了强化防卫思维和能力 国军漏叶练兵 汉光40号进入第三天 暂时不受风雨影响的地区 跟科目一令执行 我要去哪些手 不是 漠黑准备扶小炮机 马祖南竿的炮兵部队 启动155中炮 对海面可能来犯船只 展开航道封锁 各地演训在24小时内此起彼落 夜间科目从实际状况所见 比重明显增加 担心扰民更务实强军 在国际间先后发生了 污厄跟以哈冲突 国军高层心中的权衡 如今显而易见 炮火不畏风雨 但是作战人员难敌剧烈天后 特别是海上空中兵力 不能不看老天的脸色 截至24号白天 第二第三作战区 因为位于凯米台风 暴风路径内 机场耀岗等地的操演 不得不取消 随着风雨逐渐增强 中南部原定由总统 士道的布雷操演 或是军民合力整补 也只能被搁置 好 战时抗敌停时救灾 但不等于官士兵 必须就地换装 为地方政府所用 正常的流程 如果演训一令中止 部队第一要务 是启动防台 后续调整装备 跟兵力编组 才待命投身灾区 演训期间 10月份的时候 我们实施三一型军人任务 那么总共有18天的期间 周一到三个台风情报 我们当时已经 预划好相关的作为 一旦我所处的县市 进入了海上台风警报 或是陆上台风警报 范围的时候 那么我就要 先到哪里实施防台 或是我 这时候离这个驻地 比较近的时候 我就直接回到驻地 去实施防台 警报解除之后 那么我们再按照 地方政府提出的申请 来派遣兵力支援 演习视同作战 就在毅然 毕竟眼前的狂风暴雨 比敌军威胁更真实 也更直接 TVB的新闻 罗斯鹏一月府综合报道 至于十点不一样精选 来关注的是 极端气候更加剧 2024会从盛英年 转为反盛英年 也因此西太平洋的寒温 比较有利于台风生成 改米台风增强为强烈台风 对台湾威胁扩大 在24号深夜到25号清晨登陆 首当其冲的就是北部宜兰 北花莲桃竹苗 而2024年有个特点 会让台风生成位置 比较靠近台湾 那今年的这个气候状态 其实是要由从盛英年 转成反盛英年 那转反盛英年 它的这个气候的特征 就是它的海温 在西太平洋海温 这边会比较高一些 那我们知道台风 它生成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条件 就是海温要够高 才有利于它发展 那所以今年我们本来就判断说 在西太平洋海温 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之下 台风本来就会比较容易 在菲律宾东边 或者是南海这个地方生成 那这两个区域 其实都是离台湾比较近 因为台风形成的区域 离台湾比较近 所以感觉很快就影响到台湾 下半年的预测 大概会进入反升一年 所以那不同的年份 大概海洋的条件会不太一样 所以大概可以用海温的高地 去研判说台风的活跃度的情况 那如果是下半年之后 那个进入了反升一年 那台风可能会比较 在靠近台湾的地方会形成 但是整体而言 它台风的强度会比较弱 这样也可能没那么显著 气象署在6月公布台风展望时表示 2024年是胜一年转为反胜一年 预计下半年有2到4个台风 临近台湾 根据历史统计资料显示 反胜因发展年 台湾夏季可能更加炎热 而这次凯米台风变化很快 三天内从清台转为中台 再增强为强台 虽然不是西北台 但带来的风雨完全不能小觑 我们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 它身后其实还有拖着一道 长长的西南水汽 那么这个西南水汽 预计还会持续影响 大概两天左右 所以会一直影响到礼拜六 所以等于是从礼拜四 一直到礼拜五礼拜六 这个西南水汽都很有可能 会为中南部地区带来 非常充沛的雨量 累计起来其实相当可观 气象署其实都有预报 上千的毫米的雨势 随着全球暖化影响 温度越来越高 降雨越来越猛烈 天气往极端的方向走 举例来说 在台风的路径上 台湾的气象预报 就有很大的挑战 以这一次卡米台风 它上来到底从台湾的边边插过去 还是位置稍微南边一点点 从宜蘭登陆上去 这个从路径上来讲 是很短的距离 但是这么短的距离 在卡米台风的经过的时候 它对于后续 也许台湾的中南部的降雨 它的情形就不一定会一样 所以它是台湾的困难是在 有时候这个路径是很小的差距 但是因为台湾有非常复杂的地形 它的降雨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变异度 台大大七夕教授郭宏基表示 现在AI数值模式的进步 对于掌握台风是更有利的 而之前国外科学家预测 如果本世纪末 全球暖化达到或超过2度C 可能将有10亿人因极端气候丧命 像是热浪农作物欠收导致的饥荒等等 前一阵子巴尔干半岛 都因为太热 所以电网负荷不了 结果就停电了 其实几年前也发生过 就是法国核电厂必须要关机 因为它是用河流的水来做冷却的 就河流水温度太高了 没法打到冷却效果 我一做方法就是把核能化电厂给关掉 气候变迁 温度越来越高 灾害也可能越来越大 热浪 野火 台风 降雨 淹水 种种情况都是提醒人类 与地球共存要非常努力 TVBS新闻李煌龙 张正安 王一杰特报导 而且今年受到了地震的损害 多处边坡发生落石 探防的事故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 可能会造成吐石更加松动 工程车调划扭着小路栏 路面上形成一整道挡土墙 密合一点啊 不然土石下来会跑出来啊 就怕台风带来强降雨 这个景象会再重现 土石往下崩落 从小面积到一整片 不到20秒瞬间攀方 路边车辆遭掩埋 幸好没有严重伤亡 有的人说以为是 是哪里换鞭炮 还是什么声音 怎么那么大声 所以大家一看 原来是那里 所以大家就很惊慌的 他说你少那边 我一抬头 我就赶快冲过去 6月初 吉隆市北宁路 平浪桥头 泰二线70公里处 发生大规模土石崩塌 一度造成交通中断 这边以前也有 没有掉过 可是它没有 对 它没有那么严重 对 这次这个是 真的有史迷的 真的 从画面上还是可以看到 土石崩落的痕迹 道路抢通之后 边坡处由公路 渠隆公路段进行復健工程 应凯米台风的来袭 24号晚间 今天开始将进行预警性的风路措施 周三上午 公路局吉隆公路段 趁着风雨变强之前 到现场巡视 这个风路的话 我们之前有探究它原因 主要取决于在04 03 大厘程之后 离去的不断渔症 还有中间在5月的时候 也有接接性的不断大雨产生 因此这可能是我们主要的 自灾产生的原因 之后我们会开始 第一阶段的复建工程 那第一阶段复建工程 主要是在于目前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山坡上 做第一阶段的过往喷浆 那还有第二阶段 我们会进行一个凉土墙 加强挂网喷凝土护坡 并加设解水沟工程 公路局预计年底前完成边坡复建 研议自动化监测系统 掌握编坡状态 因应这一次台风 因为现在我们昨天 能然还是在 盆浆的施工项目中 因为它本来就是既定的事成 基隆这边整个67K到71K这一段 有一些山坡 本来就是我们列为 本来落实的区域 那我们在沿途 都有设立警告排面 请所有用路人 在行经开编坡排面 有看到落实排面的时候 要紧速通过并注意自己的安全 像这样无预警的山崩 有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学者认为沉积岩容易吸水 若水排不出去 重量加在岩石上 就会从脆弱岩面滑落 不管是土壤或沉积岩 其实水是最可怕的东西 你只要有裂缝都会渗进去 那渗进去以后 它就会产生压力 另外它也会把你 面对极端气候 学者呼吁要全面调查盘点边坡 包括加固或加强排水设施 增设排水导管 让排水更顺畅 山区的道路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像我们以前的中恒南恒 那你只好慢慢的做 那你说做边坡的处理 是比较不陡的地方 你可以做边坡 那比较陡的地方 你也没有什么权利了 你只能做民隧道 对不对 你让它落实下来的时候 不会载到道路 所以就继续来看 台湾有70%以上的面积 是山坡地 以及高山林地 台风际来临 波地灾害像土石流 山崩 我们刚才看到的预防 就更为重要 我们大地工程处 遐管台北是一个坡地的 一个安全的问题 那我们有19个列管边坡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列管边坡 靠近猫空缆车的山坡地 民国97年曾发生坍塌 基座裸露 经过整治 这里仍被视为重点关注区域 关注点位的话 是在我们台风的时候 比如海上警报 发布的时候 或者是豪大鱼 或者是地震的时候 这边都是我们关注的地方 请祭司来针对于这些地方 看看它的排水系统有没有正常 然后边边有没有开业的部分 来作为我们一个 判断安全的一个依据 使用围形装 挡土墙加强顶部 为崩塌土体稳固 再用地毛隔粮 提供主动阻抗力 直升富裕则用来防止冲刷 这整个边坡是列管边坡 它主要的话 在上部的地方是用地毛的部分 地毛的结构 我们看到这边坡的地毛的结构 那这是由我们设的一些仪器 譬如说地毛货重剂 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说 这边既有的已经整治好的一个 不管是边坡的主要设施 包含地毛 形框 还有排桩等等 那以及我们就是会沿着 我们这个已经做好的巡检步道 那以及我们现在巡开的时候 相关的一个排水设施 它的排水路有没有保持畅通 以及它的那个沟壁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裂开等等 这个我们都会加以注意 这一片斜坡涵盖三种地质状况 用了六种工法来稳固 台湾地处太平洋地震带 受到自然力量影响 坡地灾害频繁发生 好有非常多的山坡地 住在山坡上的这些知名 被视为是保存的对象 台湾来之前就要做好机动巡刊 确保坡地安全 最主要是看它的排水设施 有没有畅通 那比如说在下好雨的时候 就是它的排水会通畅 那不会水就是漫流 充实在坡面这样 那这边都已经经过了整治 它的那个设施都是安全的 我们只是说看这个设施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了之后 是不是所以有老旧的一个状况发生这样 过去的土杀灾害经验 提醒政府加强防灾措施 然而气候变迁 可能加剧对坡地的影响及冲击 土杀灾害呢 其实就是水宝界也很常用的一个名字 就是山坡就是土杀出来了 进到河床里头 如果是沿着小溪口 就比较容易造成土石流 打开地形图 找出土石流扇 师大地理系副教授沈淑敏 长期研究地形及自然灾害 住在这边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 它不是二分法 其实平常都没事 可能十年你也碰不到一次 或者 但是它确实是土石流作用造成的地形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台湾有70%以上的面积 是山坡地及高山林地 加上天气系统影响 平均降雨量丰沛 季节性降雨差异大 因为台湾坡陡流急 然后溪沟又很发达 地层又很破碎 坡度又很陡峭 这些先天的条件 让我们山区的地形变动 就比较快速 如何预测未来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下一次的降雨 会多大 很大的地震什么时候来 我们其实现在科学的研究 还一直在努力中 所以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找到什么地方 比较容易再发生这些地形变动 西端降雨导致土壤松动 造成土石不稳定 容易发生自然灾害 但其实台湾还有很多溪流 形成的土石流扇上 没有被划设为土石流前世溪流 或者影响范围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地形特征 让在地的民众或者其他地区的人 都可以了解 既然有一个地形上是土石流散的出现 我们就必须要警觉 在很强降雨的情况之下 它有可能再次发生土石流 另一方面过度开发超限利用 将使坡地灾害发生更加频繁 人类要与大自然和平共处 减少灾害对自身的反扑 TVBS新闻 谢前夕往后与台北采访报道 好 全球地壳真的都热到发烫 欧盟监测7月21号 更是全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 手持小电扇猛吹还是好热呀 西班牙知名景点马德里皇宫外 什么卖最好答案是冰水 西班牙今年第二波热浪来袭 气温飙上40度 当地的嘟嘟车司机也干脆热到放弃做生意 实在热到可怕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出最高层级的高温警戒 不止西班牙 意大利罗马也是热到游客都想跳进许愿池消暑了 很多人是热到兴致全无 这时候反而是许愿池的地下考古区变得很热门 全欧洲就像一个大考炉 热度超越以往 又在创高温记录 根据欧盟的欧洲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记录显示 7月21号全球地表均温达到摄氏17.09度 超越去年7月6号的摄氏17.08度的记录 高温也让北美地区犹如烈火令狱 加州野火狂烧 火势不断快速蔓延 山丘豪宅全都变成了火灾现场 加州格伦多拉的山火还导致有多人受困露营地 家人都快急哭了 光是在美国西岸就发生了将近70起的山林疑火 而且还可能因为天干雾燥 闪电就会触发更大火事 但是有学者警告 今年在北大西洋地区除了高温 还要小心会有更多风暴生成 学者指出 海水越来越暖 再加上下半年会进入反胜阴年 条件更有利于风暴发展 而在亚洲7月进入了台风季 巴比伦和凯米台风接连来袭 巴比伦台风这一次是直扑大陆海南 在昌江降下了致灾性大雨 还有油罐车司机几乎灭定 在滚滚泥水中获救 巴比伦和凯米台风一前一后 虽然没有出现藤原效应 但是双台生成 也让台湾大陆菲律宾日本冲绳都是高度警戒 TVBS新闻综合播斗 而越来越热的地球 也就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 今年夏天很热 应该已经不用多说 但在这个地方 这个温度 真的让所有人看傻眼 尤其在波斯湾地区的气温爆表了 万里无云也无风 加剧温度上升 伊朗的室外温度已经来到摄氏51.1度 科威特 沙烏地阿拉伯 还有伊拉克也都飙迫50度 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 海洋温度更是创记录 波斯湾的水温35度 造成周遭国家也因此湿度拉高 就像是在三温暖的蒸汽室一样 相较于临近地区 像地中海之类的 它的海水温度是特别的高 那也就是说 因为当海水温度高的时候 它在下 它可能本身的海水 已经没有办法去 达到一个陆地温度调节的作用 一般我们要吸尘对流 就是我们的底层 必须要是比较暖的 然后高层是较冷才吸尘对流 但今天海水状况是 它的表层变得非常的暖 然后底层是冷的 那变成说海水很稳定 那这个永生流就很难创造出来 根据欧洲联盟气候侦测机构 所提供的资料 就在7月21号 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 全球平均表面温度 来到摄氏17.09度 海洋无法调节 再加上地理环境 还有热岛效应 复合式的原因下 让热浪影响更为加剧 杜拜体感温度一度飙破 62度 比较暖的一个波斯湾 它同时也有比较多的一个水汽的 传输到杜拜或是它临近的地区的城市 那这样的高湿度的人体 它的一个温度调节系统 就更难去运作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它是一个蛮复合式的原因 去造成一个高体感温度的一个状况 欧洲来说 其实欧洲它发生热浪的时候 其实都是它的高压笼罩 那它高压一直在那里的时候 其实它的水汽 就不容易从大西洋进来 那它的内陆就很容易 因为持续的高温 然后下沉就会造成热浪 那因为对欧洲来说 它那里的那个 就是空调 其实是非常 气候不仅让人类受不了 甚至有部分地区 未来恐怕无法继续居住 高湿度水分无法蒸发 人类身体就无法好好散热 所以有学者研究 波斯湾地区最早可能在2050年 会面临严重的热灾害 尽管台湾目前看来 不会有热浪出现 因为海岛地形四面环海 还能有所调节 只是高温 动物无法活动 经济连带的也会受到牵动 因为气候就是造成 通膨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碳排的问题对台湾来讲 影响会比其他的国家还来得大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发电 现在主要还是火力发电 所以现在我们火力发电 在我们整体供电的占比里面 是高达七八成以上 这个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月 河山厂一号机就要退场 当然今天我们谈的是温度升高 但是它其实最主要 还是受到碳排的影响 其实所有状况都是环环相扣 高温劳动力减弱 农作物受到影响 导致物价指数升高 所以各国要求控制碳排 原物料成本就会随之增加 托慢经济成长 而且全球平均温升高越多 GDP损失越惊人 根据预测到了2060年 恐怕损失将高达24.7兆美元 气候变迁 极端天气威胁人类生存之外 连同经济也备受考验 而且以目前趋势 持续高温频率只会越来越频繁 要让全球降温真的与你我息息相关 TVB新闻中的荣秀伦台北采访报道 难道他在二叔的车上动了什么手脚